上次做新鞋情報 好像是已經6月多的事情了 那我昨天有大概整理一下 最近發售的一些消息 所以想說就利用這機會跟大家 很快速的更新一下 那因為今天是亞瑟士的產 我們就從亞瑟士開始 第一個是這個禮拜六 9月23號會有發售兩款 Gio NYC跟Gio E130的款式 那這兩款就是初看 其實會覺得說是跟之前那個 Gio NYC配色到Gio NYC跟E130上面 那這兩款就是 我知道部分國外商店已經開賣了 那不過美國官網他們是 在9月23號會正式發售 那其中就Gio NYC的部分 台灣也會販售 那相關販售的點可以參考 台灣亞瑟士公佈的 就是電點這樣子 那台灣的售價是4580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4580 那E130的話是台灣沒有要進 所以有亞瑟的朋友可以 想辦法自己買回來 9月29號會有 Vodga聯名的Gio NYC發售 那這個發售的日期呢 是應該是在Vodga的官網 那 亞瑟士這邊應該會晚一個星期 所以大家可以再留一下相關的訊息 那你仔細的看這個配色呢 其實它 它用的顏色跟先前 就是Teddy Sanis的 就是New Band 990 BR2的那一款 是類似的 就是它只是把顏色做一些重組 那就是比較秋冬的這種色調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再留意一下這樣子 另外是 是Above the Clouds的GT 2160 這邊就是它 那是有比較確定的發售時期 會是在10月的第一週 那我推薦應該是在10月4號左右 會在他們的澳洲官網開賣 那照我管理就是亞瑟士這邊會 延後一週 所以應該會在10月中左右 好那這是亞瑟士的部分 我今天就先把這個講完 再來跟大家聊天 那接下來是New Band 990的部分 就是 第一個是明天 就是因為KISS他們在那個 加拿大的多人都會有一個旗艦店開幕 所以他們有有推出這個 算式限定翻售的1700 然後從 現在看照片 左邊這張照片 你可以發現說它其實是 亞瑟士的款式 就因為它用的盒子是 亞瑟士的紙盒 那這一款是 所有的KISS的店 是只有 多很多 這個旗艦店限定翻售 紅色這一款 在明天 9月22號 它開幕的時候 會做翻售 那其實從這一張 畫面上面 你可以看到說 很多人都會說 KISS他們的 宣傳照 都有一種 會上filter 那其實你也可以看到說 實際上拍起來 差異大概是怎樣 那並不會說因為亞瑟士的關係 它的用料就比較差什麼之類的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異 那大概在我開始做YouTube之前 三四年前 有一次我在台中的Outlet 就是有四川過亞瑟士的1700 其實我自己跟後來 就是有買到每次的1700 來比較的話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應該是還好 那這一款應該是 多倫多獨家發售的關係 所以可能要入手會比較難一點點 那它會在9月25號的 就是KISS的Monday Program 也會同時開賣 那會有這 就是這兩色 那其中紅色這一色是只有 KISS的美國官網 歐洲官網還有加拿大官網 這三個官網會 會獨家販售 就是線上商店會獨家販售 那白色的這一款 則是所有KISS的官網 然後還有做KISS的燈店都會販售 白色這一款 它的配色是叫做 文化堂的配色 紅色的這個是叫做 弱可可紅 所以最好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來留意一下 這邊就是先前有傳出說 就是9月28號會有 New Balance這邊 會同時推出四款 就是屬於這個灰色跟黑色的 一個比較簡單設計的 一個整套的這個款式 那目前是 因為New Balance這邊 還沒有公布 所以也不確定說 是不是真的是 9月28號下週就發售 那先前一次 我在傳說 這整套是不會掛上 Teddy Senses的名號 所以就是會當作 一般的款式來販售 那可以再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就是極簡風比較當道 所以 感覺大家都還蠻喜歡 這一次的 這個很簡單的配色的感覺 有想要買的可以再留意一下 New Balance這邊的訊息 今天這個最熱騰騰的 Stone Island的 就有EV2 那昨天是有先釋出 右手邊這個斜色的 配...的圖片 今天早上我收到 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一度還以為說 只是就有EV2的新色 一直到我注意到說 欸這個鞋蛇 不就是Stone Island的鞋蛇嗎 然後發現說 哦原來是長這樣子 因為跟先前流出的圖片 是完全兩回事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雖然說你看起來 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但是你仔細的去看它的細節 我發現說它其實細節蠻多 尤其它用的這種 比較編織布的這種 大格的這種網布 其實還蠻特別的 那另外就是這一次 因為換上的就EV2的新的底 那它有做一些 比較有點像深色 有點類似刷舊的感覺 那今天就有人說 其實這一雙看起來 就是整個是991 992 993整個 融合在一起的這種狀況 那它的改動點呢 就包含說像是 現在我不確定你們看不到 我的游標的地方 應該看得到 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多開這個 網格的部分 這部分是跟993是差不多的 那除了說換掉這個底 之外 這個底的形式 其實跟992也有點類似 那主要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說 應該是 9EV2最大改動點 應該是在它的 中底的部分 還有大底的部分 那因為詳細怎樣 我們還不確定 所以等到發售之後 會有比較確切的 心得跟感想出來 那根據先前流出的 引爆是說 它這個底 會把標杆改得 比較軟一點點 但是其實還是 比較算是 偏硬的那個走向 那就等詳細 詳細又等發售之後 看是怎樣 那今天就是 剛剛在IG上面 中安人他們有公布 發售的期次 10月4號 這是已經確定的情報了 所以有想要買的朋友 可以留意一下 中安人各國官網的狀況 那它的定價 好像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目前好像還沒有公布 但是定價好像會比較高一點點 普通版的這個 991的V2的版本 就是會是在10月13號 在英國官網 應該是歐洲會同一時間開賣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日期是我 從我 情報來源 拿到的 那不過 應該是 相差不遠 我覺得應該是相差不遠 會在10月中 會發售這個 Joy V2的普通的版本 那這次它的定價呢 也從 原本991是220英鎊 會漲價10塊 就變成270英鎊 那到時候應該 我相信應該會有 代購什麼 會做引進 所以可以再 期待一下 這邊的訊息 那美國上市的時間 就是還不確定 因為不確定說 它會不會 做全球的開賣 不過10月中 在歐洲發售應該是 不確定 先前有在ebay這邊 留出那個concept998的 這個樣品鞋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有 要把這個998再搬回 就是 就是用每次的方式 再做一次復刻 那這一款 是在10年前 發售的 所以它 第一次復刻 已經是10週年的復刻 那這一款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所以我應該到時候 會 會購買 那詳細就是 還不確定 不過這畢竟是有留 有傳說 會在10月初 做 開賣 所以 就等concept這邊的 宣布 好然後 最後一個是 卡哈的聯名 那這個 其實已經傳蠻久了 這個圖是 我自己畫的 就是它有陣子說 是 它的寫生會是 橙色的 那根據我先前 看到的圖片 應該是會包含 橙色 紅色 然後還有一些 深綠色的部分 詳細的話 大家可以等到 正式公佈的時候 再對對看 是不是力量 那這邊 我收到訊息是 10月20號 會在歐洲開買 美國這邊是 10月初 但是呢 因為 包含先 剛剛的 concept 還有 這個 stone island 所以它整個 會有點壯起 所以 我推測 可能 卡哈德會移到 10月中 或是 10月中下 下旬也不一定 那這邊都是 算是 推測的部分 所以大家 可以在等官方的宣布 這樣子 謝謝你看到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喜歡 Liu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看見 掰掰 我們請進行 我們請給大家 一位